各位网友大家好 OK仔 和大家看一下国际新闻 哇...这些国际新闻 大凶获 有什么大凶获事件? 悉尼那边的商场恐怖襲击 真的看到大家都一喝眼泪 因为现在消息有报道指出 就是七死八伤 有些媒体写六死八伤 这件事件就好像会想起 在荷里活广场那件事件 会不会真的像这样呢? 稍后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连小鸭也不放过 究竟是不是恐怖襲击 详细跟大家跟进一下 另外也会说一下威廉 威廉王子 你老婆不舒服患癌的 因什么解救你这么高兴烈 哇... 看球看得这么兴奋 你老婆消失了 你又出现了 难道那些江湖传闻说中了? 稍后给大家看看 另外也会看看 现在 现在以色列是否真的将会 连同美国和伊朗开大战呢? 有人就觉得 都是说而已 但是中方现在发出警告 呼吁中国公民不要去以色列 那真的是兵空战危了 真的要听听 现在的世界新闻 哇... 很多...很厉害 请大家给个赞支持一下 记得给个赞支持一下 好... 首先跟大家跟进了 悉尼那宗新闻 因为情况也挺恐怖 也说到连小孩都不放过 这件事也引起大家的关注 为什么会搞到这样呢? 这件事在澳洲新南威尔士省悉尼邦迪 舒纽韦特·菲尔德商场 在昨天下午出现了斩人案件 有些媒体说六死八伤 有些说最少七死八伤 包括一个九个月大的BB仔 多名伤者都情况危怠 消息开始说有两个人行空 后来证实只有一个四十岁的男子单独行空 好了... 这件事根据他们的警务署长 傅克表示 就说在当地时间三点十分左右 这位怡空先走进商场的餐厅 接着离开 去到三点二十分左右再次回到商场 用随身武器襲击多人 警方接报后 调派一名在附近执行的警员赶到现场 这名警员在商场五楼和兇徒对峙 后者的兇徒马上转身 打算拿刀集警 警察立刻开枪 把匪徒击毙 凶徒击毙 目击者说 当时很混乱 很多人大型商场 里面很多人一路尖翘一路走 有人说 有人家人啊 走啊 真的很混乱 很恐怖 有大批故话立刻躲在白货公司避难 有几十部警车和救护车 立即赶到现场 有警员拉起封锁线 全副武装警员立刻冲进商场 也有直升机空中巡逻 当地传媒指出 警方一度在商场逐间铺斗清场 要求救护人员离开 真是很紧张 那件事件 在荷里活那件事件 大家都历历在目 我相信这件事件 在澳洲我相信也是非常恐怖 其实好像之前在泰国 商场枪击案 也很混乱 很害怕 立即吊散了 很严重的 一旦有这些事件 在商场里面 又有小孩 又有大人 又有老人家 一定是混乱 打尖叫 散场 走 看到影片 就说怡空穿着黄色运动衣 绿色短褲 又拿着长刀 又是刀 在商场里走来走去 他坐扶手电梯 有个图人看到 果断 拿一张黑色柱状物体攻击他 对 那些商场 有柱状的封锁带 好像被你排队 被你拦住 被你拦住 那些栏杆 那些 会自己收回 那些 像整个棍子 现在整个拿起 看到他就阻止了 兇徒前进 很多人赞他超级英雄 又是那位厨师 那些荷里活那些 那些 拿着一张座椅 扶着他 不让他走来之类 之类 之后 商场立刻 拉在警部疏散 女警和拿着胶椅的男子 急忙奔跑 相信跑向疑犯的位置 后来被女警开枪击毙之后 兇徒就趴在地上 而商场有一间店铺 多人躺在地上 店铺外面有血迹 就怀疑疑空刺伤之人 刺伤之后 留下 目击者就说 刀手没有说 对着哪个 有目标的襲击 看来都是这些 随机 随机杀人 拿着把刀 在商场周围框 有顾客拉四楼 一间店铺外 看到一具尸体 而地上的血迹有十多厘米 有一个女子 拿着自己的脚 有保安人员和路人 就试图帮她 这件事件 也非常恐怖 当地警方 已经可能调查 觉得不关恐怖襲击事 但这件事件 也可以看到 非常恐怖 当然 那位英勇的男子 有工具对着她 对着她 希望拖延时间 甚至阻止她 不要让她再伤害其他人 其实也真的 因为真的 救了很多人 有人觉得要给她英勇分章 我觉得不要说到这么夸张 尾不给英勇分章 这些事件 真的是兵方马乱的 很危险的 当然 乱中也要有一个冷静 有时候 你不是一口 叫就行了 有时候你越叫 你刺激到那些 像这位怡空那样 你不知道他干什么 是不是又有什么病 或者不知道精神错乱 一刺激他 他又来了 所以 这件事 真的 有时候 世界各地 都会有这些事情发生 大家去商场 去玩 都要留神 好了 说完这件事件之后 也和大家看看 尾巴冲突 这个场面 因为 我看到内地媒体又写 外国媒体又写 又说什么界限72小时 又说什么 是真是假都好了 那 经常都说 就算你说是真 他说 迟早会打 十年后 都是叫做迟早的事 是不是 迟早 就不知道 现在拜登也承认 伊朗攻击以色列 是会来的 而CNN也说到 美军已经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了 所以 美军 以色列 是不是真的要准备 准备击击击呢 一起和大家看看 现在的中东局势 看来都是 性运 到前所未有那么紧张 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他认为 迟早 伊朗会攻击以色列 更加向伊朗就叫 不要这样做 你说不做就不做 现在大家都在关注这件事 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就说 美军现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积极准备应对伊朗针对以色列 或者美国在这个地方的资产襲击 有官员表示 看来这场战事 将会在一个礼拜内发生 当然啦 这个估计 看来有人就觉得 遲早真的会发生 因为连中国都出声了 中国的 这些警告 不会说无的放肆 是不是 我们相信国家的警报 当然是 他叫你不要去 那一定是真的有些事情 那看看中国的警报 他们是怎样 因为 中国驻以色列使馆提醒 中国公民要特别关注 以色列的安全形势 暂时就不要去当地 因为有可能面临极高的安全风险 多国向本国的公民也发出旅游警示 叫他们不要再去以色列了 巴勒斯坦更加广泛 中东地区 西欧的航空公司也说 紧如维持 往返伊朗首都德克兰航班的奥地利航空也宣布 奥地利航空也宣布 他也不飞了 暂时不飞过伊朗 最后一条航线也不出了 可想而知 看来的情报 现在真的开打 现在周围 除了中国之外 俄罗斯也出声 俄罗斯也强烈要求 公民不要再去以色列 尼巴勒和巴勒斯坦 因为有安全风险 现在周围都在乱乱 全球都很担心 随时可以打 是否真的可以打 现在大家都估计 以色列真的随时开火 美国和俄罗斯的传媒也报道 引述美国官员的消息 美军在中东地区增派资产 包括军舰和军机 加强地区的震慑 和美军的武力保护 有情报显示 伊朗过去一个星期 准备报复行动 美国观察到 伊朗境内调动着军事资产 包括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简单预计是用空袭 去攻击以色列本土 估计伊朗已经准备了 过百枚巡航导弹和大量无人机 所以应该是非常虚陷 美国知情的官员以安全为理由 拒绝透露了派有什么军机和军舰 但证实了美军部署在中东的军舰 包括航空母艦艾森豪威尔号 神盾驱逐艦卡尼号和阿利八号在附近 官员也没有透露 伊朗的报复行动直接来自伊朗 还是透过他们的代理人 抵抗俗心的武装组织执行 但是现在首先不要管了 真骚还是假牙也好 先航定过去 当然了 现在算你怎么动也好 天空都看完了 又有间铁卫星 又有大量的无人机 如果真的打起来 看来都是一场大事的事件 以色列更加相信 你看到以色列的势头又是失控 不断轰炸那只 那他会不会 好吧 既然你打我 我就不搞哈马斯 反正都是 一不做二不休 乘机 叫做借势 搞定伊朗 其实之前的研判 伊朗和以色列 甚至乎以色列都可能 心里想搞定伊朗 因为哈马斯的工具 你有份给的 你搞定幕后的金主 就可以令到哈马斯自己收档 既然你现在隔了头出来 你要打我了 那我当然要打你了 这会不会是 其实以色列一直在走 这么冒险的棋 我之前也说了 他这样炸伊朗的大使馆 那些建筑物 其实是引伊朗出手 因为他已经不会再分 谁先谁打后 总之你打我我打你 那一只 他也有点不说武德 所以伊朗究竟他这盘棋 会不会陪他捉呢? 这也是很大问题 但是看小子 小不低头 两边都看来要做事 所以看来也很紧张 另外也会看 凯特老公 威廉王子 王妃凯特 自从他患癌 拍了影片 谣言当然不是胜于智者 现在 不会指的 我都说了 你一天不走出真人 你也很难 让大家去停止 他去估计 但是这个画面也会吓死你 威廉 带着十岁大的儿子 乔治 就看球 走了去 因为威廉王子 就是英超球队 阿薛东维拉的球迷 你老婆患癌 很惨 家里人都说 现在 查理斯也说 可能两年内 寿命是两年内 威廉 你为什么现在可以这么庆高采烈 完全一反常态 之前也说 陪着老婆的神仁 不想被人打扰 又说躲起 不知道在哪个小岛上 现在看到你 你就带着儿子 出来 那你老婆去哪儿 不是在家里陪着你老婆吗 因为自从 海特王妃公布了他患癌 威廉王子 暂停所有公开活动 低调地陪着海特 但是 最近期 威廉 在前几天和他的大儿子 乔治 一起去看阿薛东维拉 踢球 哇 很厉害 庆高采烈 很厉害 当然 威廉也喜欢看球 也公开承认他 他是阿薛东维拉的粉丝 不要紧 但是给人的感觉上 好像 咦 你也很轻松 这个轻松 背后究竟 因为现在 他父亲 查理斯 和他老婆 凯特 两个都是患癌症 他这么有行情日志 究竟他在想什么呢 是不是真的像外界那样 其实他老婆已经不存在了呢 这一组 这也是一个迷 或者可能他得知 未来他做国王 所以他很轻松 哎呀 终于等到我了 那组织 我不知道 但是怎么也好 这个行动 给人的感觉上 好像怪怪的 当然 你可以从另一个看法 就是说 也要乐观面对的 也要看波轻松一下的 对吧 但是如果家里搞到这样的情况 我相信 都不会在家里 顶龙都是 对吧 在公众场合上 这么开心 被人的感觉上 好像完全是 跟现在皇室上出现的事情 是很大的落差 另外也要看看 哇 除了伊朗之外 现在 真主党黎巴乱 不断狂吹导弹 也在攻击以色列 以色列方面也很烦扰 所以他现在都 真的有阵子没得睡 整个北部都拉起防空警暴 所以你说 整个以色列你还敢去? 不敢去吧 好了 接着看看 另一个 关于又是美国又是拜登 但是这个就涉及中方的问题了 中美之间的关系 因为有美国国会参议院 银行委员会主席俄州 民主党资深参议院布朗 自信给美国总统拜登 要求他完全阻止中国电动汽车进入美国市场 路透社就说 这是美国立法者到现在暂时为止 在这个问题上发出最强烈的呼吁 为什么布朗要这样做呢? 因为他在这个声明里宣称 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对美国汽车工业造成生存的威胁 因此呼吁对中国汽车施加全面的进口禁令 那会不会很严重呢? 也会的 中美不是降温吗? 现在弄得很升温 是的 当然了 其实我都说 预讨会有这些事情发生 是不奇怪的 绝对不奇怪的 因为现在他们选他 他一定会比较 跟特朗普之前做过什么 现在有个数字可以出来了 就说拜登在任期里面 制裁中国企业的数量 超越了特朗普 有319家热日黑名单 所以这些数字 媒体会拿出来报 拜登会拿出来正职 在任期里面 你不要说特朗普什么什么 我对中国更加新砍手辣 特朗普整天都打着一个旗号 让美国强大起来 整天都会称 美国制造美国优先 他很种族主义 被人感觉上 没有去到民粹 但是他会用这些东西去扇风点火 好了 你在疫情期间 特朗普当然 摸一下花生 看看拜登做过什么 但是拜登现在当然是开车 什么都更加热 什么都涉及 尤其是在中国话题上 他一定要想办法 比特朗普更努力 就好像赢了他 所以这些都是不出奇的 除了这件事之外 也可以看到 英国王家邮政调查 就怀疑有中国制造的假油票流入 现在也很少人寄信 还制造这些假油票 因为这些假油票 有生意魔 找到吃吗 现在每个人用电邮 电邮都少了 分分钟 发个讯息给你 是不是 寄信这家伙 我也不知道 还有没有 但是应该是少很多 英国传媒报道 当地人投诉 一般商店购买的油票 被指为偎造的投诉 越来越多 令他们因此而支付多5英镑 作为偎务油票的罚款 有英国国会议员指出 这些偎造油票来自中国 是不是 屈子堆 又来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不要企讯 用电邮 全部用电邮 但是电邮又有偎造油 总之什么都有假 另外也要看看日本食物安全风波 因为在小林制药旗下制造的 红谷保健产品 出现了这些问题 导致有些人死亡 有些人更加造成一些 永不可逆转的伤害 日本政府销售者听调查市面 他们其他的营养保健食品 就发表 原来曾经有117宗健康受损报告 当中没有死亡病例 包括肚窝濕疹 更加有人要住院治疗 所以你不要以为日本制造的东西就一定好 都是会吃你吃坏你的 经常都说 不要吃那么多所谓的补品 反而你健康的饮食 反而你比较用一些 偏向自然的方法做多些运动 多些休息 有健康的体魄 自然就不需要吃那么多的食品 但是有些人真的有需要吃的时候 你不要想着日本的东西就一定健康可靠 好了 说一下潑水节 曼谷那边就打响了潑水节的水枪大战 是的 因为他们今年也搞大些少 把潑水节拉长 应该吸引多些游客 在星期五下午 曼谷街头已经有旅客大打水箭了 帮潑水节假期揭开序幕 泰国政府预计潑水节延价 国内游客大概有243亿泰铸 大概53亿港元的观光收入 很多旅客都很兴奋 准备好水枪大战一番 泰国方面摩拳拆掌 准备大搞宋干节 希望在节日气氛下 重振受疫情影响的疲弱经济 他们的政府延长潑水节延价 由4月1日到21日在全泰国各地轮流举行庆祝活动 从传统上 宋干节 这几天的寺庆会奉献金钱或者物品给子方 或者僧侣 僧侣用圣水灑向民众 就是祝福的意思 民众也会用水淋佛像 避如欲罚 另外泰国人也会用水轻轻 谈一谈 可能耍一耍耐一些家族中的长辈 尊重和希望得到奖者的祝福 但是你看到 用水祈福的传统慢慢 就变成了你淋我我淋你了 但这也是令他们成为一个焦点 大家有些很兴奋 很棒 很玩 每个地方有他们不同的节日 这也是很代表他们 所以你看到 有很多地方 直到这一天 内地都是大搞的 玩得很兴奉彩力 很夸张 当然了 吸引游客 现在赚钱为上 其他押后一点去想 放后一点 赚钱为上 这个才是王道 Money is king OK 另外也看看 现在 哇 真是夸张 说到连知名短片平台TikTok 都要裁员 现在有人爆料 作为公司重组一部分 TikTok 就说会在这个星期裁员超过250名外尔兰员工 为了调整公司培训和团队品质 令公司进步 这次属于没有预警的裁员 很多员工都不满 因为有人觉得 TikTok 刚才宣布利润创下了250亿美金的记录 那你想想 250亿美金 哇 差不多 过千亿港元 比上一年增了80% 但竟然也要炒人 赚这么多钱也要炒人 有人觉得TikTok 好像有点不合理 所以你说这个世界真是很古灵清怪 今集时间就说到这里 下一节再说 拜拜